西会长你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到这里来 多伦多上海协会成立了已经是第几年了 今天 多伦多上海协会是成立于2016年的12月28号 那么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那么在这个两年的过程中 大家都见证了上海协会的成长 那么今天大家在一起 一起来欢庆这个节日 那么想请问一下 这两年里来我们上海协会 为我们多伦多的上海人做了哪些事情 多伦多上海协会是一个年轻的平台 它非常具有活力 那么参加了很多社区的活动 也参加了很多的助选的活动 包括坦根议员的助选 还有我们陈志辉议员的助选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做了很多社区的 包括一些法案的需要我们的签名 就包括那个黄苏媒提出来的 南京大屠杀法案 那么我们都有参与积极的 为我们的华侨 华人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工作 来做我们的一份力量 我们也知道 习会长为我们上海 多伦多上海协会做了很多的事情 也非常的感谢您 为我们上海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么今天再次要 预祝我们上海协会 今天的二周年庆典 能够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大家 有了大家的关注 有了大家的喜爱 才会有上海协会 我们争取在明年后年做出更多的成绩 回馈我们的社区 那还请谢会长 能不能跟我们多伦多的上海人 再说几句话呢 祝福的话呢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们就用上海话来祝福 祝福大家 新一款了 谢谢您 小牙喽 谢谢